星期日无依赌惹火的一名乞串者 回忆起恐惧和不确定的感觉 并对当地政府的救灾能力表示怀疑 据他的回忆 当局没有及时向他家所在的库拉居民发出疏散通知 我们不是想要逃避 但我们曾经说要装一袋 一袋袋袋 你有做过吗? 很严重 安吉尔没有收到大火直冲他家的通知 当他近距离看到大火的时候 他感到很震惊 跟很多居民一样 他也批评当地政府 禁于火灾造成的巨大破坏而缺乏反应 同时对已经辞职的夏威尔 紧急事务负责人 赫尔曼·安达雅的解释 表示怀疑 即警报会令一些居民逃到地势较高的地方 可能会陷入火灾 山火在8月8日于梦尔岛爆发 梦尔岛是夏威尔群岛第二大岛 人口超过10万 据国会《三报》星期日报道 夏威尔州州长乔森格林表示 救援人员已经搜查了85%的受灾地区 以确认死亡人数为114人 失踪人数超过1000人